在日本底层的女性充满了诸多无奈 想要当明星出人头地 却又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青春少女转变成五媚女郎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爆红的机会就在于你的下线程度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 并是关于日本女明星的悲惨生活 魏玛的布屋 在日本有一个由魏玛、雪姿和林三能组成的偶像团体 虽然这个组合并不是特别的红火 但是其中的一位偶像魏玛却冷气波高 最近公司决定要让魏玛单飞去做演员 因为现在当偶像歌手并不怎么赚钱 而这次正好有电视台邀请魏玛出演连续剧 所以魏玛的事务所的社长田索 就十分地赞同魏玛转型为演员 但魏玛的精力刘美并不同意她转型 因为她知道魏玛是因为人来唱歌才加入这个团体 可是最后公司心意已决 加上魏玛自己不想招了麻烦也选得同意 所以今天就是魏玛的最后一场演出 她的演唱带动了全场的兴奋积分 观众们跟着节奏万无缺跃时 有一个负责会场安全的警备人员 那天兽 自然安静地蹲在舞台的下方 她透过自己的手掌看了台上的魏玛 在她的眼中 魏玛就像站在她的手掌上 为她一个人演唱一般 然而这时 那天兽发现有空罐头被扔到舞台上 本来一点幸福的那天兽 瞬间隐沉地站起来去寻找 那天兽的最贵货手 那天兽想要去打那为首的混混 结果却反而被打得满点嗜血 对这些混混不满的粉丝们 和他们发生了口角后 就胡扔起了空罐头 场面变得很混乱 那这场漏剧在平息之后 魏玛当场宣布 自己要单飞的消息 台下的观众都很吃惊 可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欢送魏玛离开 在那一天回到家后 魏玛就收到了一张传针 传过来的纸上 写着密密麻麻的盘图二字 魏玛有些惊恐 因为在自己离开演唱会现场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喊着 魏玛 我会一直关注魏玛的房间 并且还收到一封信 上面就写着魏玛的房间的一个链接 感觉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中 又是魏玛并用力地把床户给关上了 第二天 魏玛在拍戏的现场准备着 虽然他就一句台词 你是谁 准备时魏玛询问牛妹 魏玛的房间是什么 牛妹告诉她这是一个互联网的主页 其间电视剧的制作人社谷 来到现场查看 田索看见后 是十分应勤地过去握手 并请求给魏玛多加点戏 社谷顺便把送到台前的 给魏玛的信交给了田索 田索拿到信后就顺索撕开 然后没想到的是 这封信竟然爆炸了 田索的手被炸的都是血 魏玛正惊地跑到田索身边 她刚刚被炸在信上写着 这一次是警告 下次就来真的了 魏玛心里更加害怕了 不久后的某天 牛妹帮魏玛加装了电脑 来将她炉额登陆魏玛的房间这个网页 魏玛对之前的恐恶信 一直心存余悸 这天 她就跟牛妹说自己有些担忧 结果 牛妹却只是淫淡风轻地说 没那么严重 只是个恶作剧罢了 在牛妹离开后 魏玛都录了魏玛的房间 这个网页 这网页记录的是魏玛的日常 魏玛看到第一页的时候 还开心的话作者了解的还挺多的 但是魏玛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她开始害怕起来 因为这记录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真实的 发生在魏玛身上的 分毫不差 简直就像魏玛自己写的日记一般 魏玛在心里不断地询问 你是谁 而这句台词 便是魏玛整场戏剧唯一的话 牛妹认为这样的转型太失败了 可是田索却认为这个展开 已经很不容易了 牛妹一想到当初魏玛是为了成为歌手 才来到东京的就觉得有些可惜 牛妹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偶像歌手 她那个时代偶像歌手还是很赚钱的 但是现在歌手连宣传自己的舞台都没有了 所以魏玛想要在业界活下去 现在这个时期很重要 但是魏玛现在整个人都开始精神紧张 感觉到自己时刻被监视 现在 她坐电车下车都不知道该先抬哪只脚 因为连这种细节都会被魏玛的坊间记录下来 新黄的魏玛被人群推出电车后 就疯狂地跑向公司 现在只有选色和林乐偶像团体出了新歌 谁知道这首歌竟然冲到了排名特别靠前 他们为此庆祝 而一旁的魏玛已经变成了剧外人了 魏玛在拍的电视剧 突然被制片人加了一场强奸戏 牛妹知道后强烈反对 然后一旁的魏玛却主动同意 她假装无所谓地说 又不是真的被强奸 她等到了拍戏的这一天 然后被一个男子侵犯 那男子在戏开始之前对魏玛说对不起 魏玛还善良地说 没事的 我没想到 这真的是一场强奸戏 还吓得牛妹边看边哭 田索 也于心不冷起来 魏玛刚开始还哭着反抗 到后面她的眼睛失神了 不再作为无谓的反抗 这天魏玛拍完戏 坐上田索的车后 还故作轻松地说 累死了 她表现得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到家里的魏玛 第一件事就是去给鱼缸里的鱼喂尸 然后她发现鱼都死了 魏玛抑制不住情绪打成痛哭 她抓狂地哭道 我当然不想演了 这不是不好意思给大家填堵吗 她的精神失控到发现 曾经追逐音乐的自己竟然嘲笑 这就是你想要的工作嘛 令人作呕 这时 再看相当于一根 其实鱼并没有死 这天 魏玛房间更新内容 表达了对制作人涉骨的厌恶之情 之前演唱会的那个警备人员 那天瘦每天都会看这个网站 魏玛因为这一出戏 有了不错的收视率 面对这场戏说得云淡风轻了 还跟记者说 希望能以演员的身份 得到大家的认可 不过也因为这场戏 魏玛的死忠粉都伤心欲绝 在彭斯心中 偶像绝对不可以被玷污 那间所作为魏玛的忠粉 其中的抑郁 无法排解 一天 魏玛登入魏玛的房间 现在她会时不时地看这个网页 看看网上这个魏玛 过得怎么样 网页里写时候 魏玛被逼着拍戏 请求帮助 魏玛看到这惊慌的大喊 这不是我 谁供了她 又看到曾经的自己 她笑着说 这才是真正的魏玛 你明明想作为偶像 不过 你已经被玷污了 是不可能再成为 大家喜欢的偶像 从今天起 你就只是我的影子 结果 从这一天起 地区的事情 开始不断地发生 零层一点多 社谷在地下车库 停完车 在电梯里被地区 捅了数十处伤口后 惨死了 社谷的字 等魏玛心有一计 紧接着 魏玛的房间竟然说出了 自己会出席一场演唱 于是 等到预定的演唱会场时 很多魏玛的粉丝 都将心将意地来了 那天兽也去了 她拿的相机 一直在等待 终于 在她的眼里 魏玛真的出现在了舞台上 但其实 那只是她太过期望 而导致了幻觉而已 而这个时候 真正魏玛正在被摄影师村野 拍着诱人的写真照 自从那天精神失控后 魏玛的着装 竟然开始越来越暴露 当这一天结束后 魏玛的房间 上写的感谢大家 却看她演出的有言 魏玛逐渐要崩溃了 而在第二天 魏玛拍的写真照 被放到一本本的杂志里 被大家随意翻阅 看到这杂志的那天手 一年的不可置信 那天手还收到 魏玛的房间发来的信 谢谢你每天都给我写信 杂志那个不是我 我 还是会永远地跟你在一起 可是那个冒牌货 总是在阻碍我 于是被诱导的那天手 回复到 我来解决它 魏玛开始被这不实处 现在进自己的 另一个自己搞疯了 她都怀疑自己的存在 连做梦都是梦到她的嘲笑 魏玛的精神失常后 在拍戏时 总是能够看见那天手 她一看见 就会吓一跳 导致戏总是拍不好 魏玛还总是从梦中惊心 而且感觉每天都是重复的 明明昨天 刘美也是隔很久后 第一次来看她 魏玛却以为刘美是今天才来看她 魏玛的手被玻璃滑流血 魏玛就平胎地问 这血是不是真的呢 魏玛越来越觉得 魏玛的房间里的魏玛才是真正的自己 她每天看着魏玛的房间里 写着 今天去了元素购物了 便吃傻地说 原来 我今天去元素购物了 很快 人魏玛拍摄写真的 摄影师村野 就被人给杀死了 在那一夜 魏玛梦见自己不断被村野拍写真照着情景 还有自己 不断懂人的画面 魏玛进行后就知道了村野的死去 这时魏玛去衣柜里拿衣服时 却发现了有一套 沾满血的外卖服 害怕的魏玛赶紧把她藏回衣柜 因为跟魏玛有关的社固 村野 接连惨次 魏玛被说成了被诅咒的女星 魏玛一直熬到这部连续剧杀青的那一天 精神也已经快到了承受极限 不过她的戏 也终于得到导演的认可 杀青了这一天 魏玛一个人要去更衣室换衣服 结果 就被那天兽被抓到了 当初拍抢奸戏的那个舞台 那天兽拿着刀要侵犯她 此理说的她在防盖着真正的魏玛 魏玛一双破烂的靠在了墙边 这时 魏玛来找她 跟她一起回到舞台去看时 却惊讶地发现 那里根本没有那天兽 而其实那天兽和田索都已经被杀了 健身不振的魏玛 迷迷糊糊地被带回了魏玛的家 魏玛发现那个房间部 觉得跟她还是歌手时的房间几乎一样 这时 肥胖的魏玛穿着眼珠浮出来 她自称是魏玛 她说的话跟魏玛的房间里的话一模一样 魏玛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歌手时的魏玛 然后她拿在一起要杀魏玛 魏玛被捅了一刀后 然后逃出了房间 一直逃 最后被魏玛用伞抵住了脖子 魏玛憎悟地说魏玛只是个汤汤的毛牌货 事实上不能有两个魏玛 魏玛拼命地抵抗 在她把魏玛的假怕折掉后 魏玛仿佛回到现实一般的惊恐起来 即使她被魏玛推到玻璃碎片上 被剥离一次重伤的魏玛 滴滴壮壮地走到马路上 在要被车撞的那一刻 魏玛冲过去救了她 之后 魏玛因为精神分裂 住进了心神病院 魏玛的演员事业则增增日盛 她会时不时地来看望一下魏玛 在一次准备离开时 对着小车的后视镜 摆下了墨镜 缓缓地说出 我才是真诚的魏玛 利用散碎的剪辑 让整部片同时的梦境般的体验 现实和虚幻 琢时的人很难分清 加上心理暗示的提醒 时长的角度 却描述了内容 接下来的解析 是分析刘美 到底如何安排这一场局 她为何要安排这一场局 钱索做完动机 刘美对魏玛的转型 是一万个不赞通 故事中一直提到 关于曾经的魏玛 带着梦想来到舞台 而魏玛对刘美来说 就是曾经没能成功的自己 钱索和刘美讨论这个时代 该如何生存时 点到我家歌手 已经不赚钱的事实 刘美却突然说出 她就没能生存下来 这里已经可以明确 对魏玛对当歌手的期盼 甚至可以再大胆的 猜吃魏玛的歌 是否是魏玛替她讲唱 从拍戏时的信封煞蛋 很明确这封信 绝对不会被送到魏玛手中 否则这个警告 未免太过严重 而恰恶是田索被炸到 这个警告不仅是给魏玛的警告 也是给田索的警告 如果田索没有拿到这封信 身为经济的魏玛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 拿到这封信 和阻止事故 魏玛对魏玛的照顾 是特别的习心 可是在关于魏玛的房间这件事 她竟然说云淡风轻的说 可能是恶作剧 那句你是谁 反而成了一个心理暗示 而这个心理暗示 则带着魏玛和牛妹两人 走到了故事的结尾 去元素购物那个纪录 是否可以看成 魏玛在采购着 关于自己变成魏玛的道具 假发 衣服 等等 那个时间的魏玛 也已经处于在精神失常之中 全面最为悲惨的角色 是那天兽 每一次故事 一到相对悬疑的时刻 就一定会出现她的镜头 为了剧情解析 没有太多的提起 就是不愿意让观众 有这样的感觉 另外全程不过就是一个棋子 对魏玛的转型 她其实最无所谓的 喜欢的人去做什么 都应该无条件去支持 但是她绝对不能容忍 自己偶像被人玷污 而牛妹的情况 则是不允许自己的梦想 被人玷污 魏玛 则就是她的梦想之初 三个精神对我问题的人 搅拾在一起 到底是谁 杀了田索 村野 社谷 其实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不同程度的幻想症 导致三人的幻想重叠在一起 而一切的开端 则不过就是从转型 再到被电影幕后 才引发的事件 新闻说这是一部 开放的动画电影 你任何的猜测 只要逻辑里得通 都可以成立 而我之前看过一个 网友的另一个猜测 除了被侵犯的事情 是真的以外 刘梅和魏玛 都是不存在的一个人 是被侵犯的魏玛 所想出来的人格 在变成另外杀人犯后 需要逃避现实 所建立的人格 如果故事中 没有最后魏玛 前面一笑的镜头 其实很多人 真的就相信了 最后的魏玛 是真的魏玛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说呢 我是少年 一文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爱多